东北季风一波波南下 首当起冲的北海岸 气候也逐渐转为湿冷 阴雨绵绵又带点凉意的天气 最适合从事泡汤活动 配合今年的温泉季活动 位在主活动场地的 金山万里温泉区悦者 不但推出泡汤享优惠活动 更结合当地新鲜的食材料理 要让游客除了泡好汤消除疲劳 也能够享用美食补充身体能量 今年本来年初天气是比较热比较温暖 泡汤人口就少了很多 后来到现在就感觉天气冷得比较快 因为天气的关系 所以泡汤人口也慢慢增加了 在温泉季的时候 有十几家的业者 准备他们自己的精心的美食 在我们这边展出 效果都蛮好的 而且也都很精美 也很可口 实地人来到金山万里温泉区 把烟随风飘起 以独一无二的海底温泉 最为出名 泉池带有咸味偏酸性 而且富含铁质 相较一般的硫磺泉气味较淡 深受不喜爱刺鼻硫磺胃残留的顾客喜爱 也是北海岸温泉的最大特色 这边的泉池你觉得跟台北水超上比较 它是比较 比较清澈一点 但是也不错 因为水底温泉是相当不错 那有气味吗 没有味道的 这没有味道的 那我们泡完汤之后再上来搭配我们这个美食 你觉得怎样 不错啊我们每餐都是这样子 每次来都是这样 那有什么特色 它这个因为它是鱼很新鲜 那是海产嘛对不对 同时这个环境也不错 随着气候逐渐转量 泡汤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不少泡汤客表示 泡完汤后能够享用当地美食 再加上北海岸不论是山景或是海景都很美 若是碰上云雾缭绕的阴雨天气 又将造就另一种不同的泡汤氛围 因此每周都一定会来感受 北海岸的多变泡汤风情 记者许端一 廖炳函 金山采访报导